台中县有一名狗主人骑车遛狗 没想到跟在后头的这个狗狗竟然把路人撞飞 而且是当场倒地 被撞到的谢信男子疑似脑震荡 警方就表示说狗狗妨害交通可以开罚300块到600块钱 不过害人家受伤 这个四主恐怕也要负法律责任 路口监视器画面当中 担任厨师的谢信男子手提一袋书果 在行经台中市艺术街38项巷口转角时 遇上骑摩托车遛狗的陈姓女子 结果男子被紧跟摩托车的拉布拉多一面撞飞 当场倒地不起 后面跟着一只拉布拉多狗就这样撞下去 这个谢信男子的右腿 人狗一开始都倒地 后来狗赶快起身 赶快起身之后狗一直转头在看 狗撞伤人引起路人和附近邻居跑来关心 而肇事的狗狗似乎知道自己闯祸 不但没有肇事逃逸 还来回绣闻谢信男子很多次 我们很压抑说那个狗还会回来 在那个男子的身边闻一闻这样 看一看好像是说自己知道做错事情 看看到到底这个男子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谢信男子疑似脑震荡 事发至今十天都还没能够上班 警方指出狗狗妨碍交通 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300到600元 但肇事使人受伤自主就要负法律责任 现象